在栗山深处,沁水河一城交界的地方 看到了好多窑洞 好像是一个过去的无人村 过去看一下 看金床的路,早已荒废 找到刚前,发现果章是一个无人村 看那边有很多房子 看这儿还有石塔墙 然后这个上面 上面还有窑洞 然后那个方向还有窑洞 这个地方早已放弃 应该放弃好几十年了 这里还有棵大树 棵树的前面,这儿还有棵石旧 一个非常漂亮的石旧 然后这个地方 这儿应该原来是一个房子 只掉两面墙了 已经完全塌掉了 然后算了这儿往前折 看这儿还有一个房子 这是第二个房子 这个发现像一个窑洞 是拱雀形的 一个门,一个窗户 进来以后呢 看到大概有六米山嘛 六米山的一个窑洞 非常大的一个窑洞 试着都是用砖和石头切起来的 这个里面空空大道 看这个地方 这里面墙 看这个样子呀 这个房子里外国牛 但是杭州以前呢 肯定是住过人 为什么说住过人 看这个上面 然后继续往前折 这是第三个房子 这也是一个窑洞 看那个墙上 还有一个大大的墙棍 这还是两长的 还有日常楼 也看这是住过人的 看这个路已经塌方了 这儿依然宽 就算着这条路往前折 然后这是第四个房子 这也是一个窑洞 这个窑洞 仔细观察呢 也是双长的 前面还有个火炉 然后继续往前折 前面还有好多窑洞 这原来是一个窑洞窗 看这 一个门 一个窗户 也是窑洞型的借助 看这个里面啊 这里面有好多木头 还有个塑料袋子 大概也是五米多深 然后再往前折 然后这个方向 这个呢 好像是一个日常的游动 看起来古色古香的 大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吧 上面还有雕刻 旁边这个已经塌掉了 然后这一个 桌里面 这个是个大月子 也这种木头门 解一的木头门 进了以后啊 看到是一连三个游动 看三个大游动 也是古色古香的 这儿还看到一个神坎 这个神坎上面还有雕刻 这明显是外国羊 大概也是五米多深 两层 上面用木头隔开了 上面放东西 下面柱然 再看看最后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大 它高度也多高呢 大概也四米多高 五米多深 进了以后 你看这个墙上 墙上还有墙怪 然后这个地方 看这儿 好像原来跟着面通着呢 看它这个月墙 全部都是用这种木头 闻起来的 就好像一个木杂篮一样 从这个月子走出来 就能看到 刚才说这个 豪华的游动 那边那个塌掉了 看看这个豪华的游动 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在它的门口 这儿还有个小游动 这个应该是他们做饭的 这个做饭很紧的 就是这儿有个炉 在外面做饭就好了 如果下了雨 仍然轮到 但是锅轮不到 这里面呢 看到一个石巢 也看一眼是外国山口 但是寒州以前呢 肯定是住人的 看它也是楼底楼上 上面用木头隔开了 再看看它这个门 这个门上还有两个门栽 这是窗户 看上面还有一层 这个游动非常豪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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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